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方 之前有个粉丝定制的一套印度小叶子餐的光帽椅啊 已经成品了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整套光帽椅的成品效果啊 整套光帽椅的话成品 现在是筋膜纯白胚3000目的一个效果 原木色筋膜的 整个面板大家可以看到啊 全部都是这种满水波纹的 那这个的话都是材料原木色本身的啊 因为材料本身就是 高油蜜的牢料 包括这个扶手啊 大家看一下 都是带鸡心和水波纹的 并且光帽椅的大脑啊 这两根大脑是真的漂亮 全部都是这种高油蜜的火眼纹 大家都知道火眼纹是小叶子汤里面是比较开门的一个特征啊 整根大脑都是这种带鸡心的泥料啊 再看一下椅子的下半部分 前面两根的前腿啊 全部都是这种密密麻麻的 而且像这种金星啊 小叶子汤家具的料能开出金星 它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 像平时客户定制的小叶子汤家具啊 每一根材料都是需要去市场一根一根的挑 才能说达到这种效果啊 面板 大家看一下 都是水波纹的啊 并且都是荧幕同开的 这根面框啊 前面这根面框都是满水波纹的啊 并且后背板啊 后背板是之前有发过照片啊 大家看到这块后背板的话是 呃 满水 呃 满金星的啊 满金星的泥料啊 所以说如果有定制小叶子汤的话 一定是要要求啊 厂家做到原木色 金膜 纯白胚的啊 不要要求说有任何的喷射处理 因为里面的话是否是真正的小叶子汤啊 这点很多啊 很多新手是看不出来的 那像白胚的话 所有用料好坏啊 非常透明的 而且像这种白胚啊 味道都是非常浓郁的 那今天视频就先分享到这